进口蛋真液持续延烧 相关蛋品的流向也受到大众的关注 新北市卫生局表示 21号再度清查三家液蛋的代工厂 发现他们标示的产地也有不实的状况 先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可以听到新北市的卫生局表示说 他们查获了三家的业者标示产地有疑虑 虽然农业部还有中央需产会 坦承对标示方式的认知有误解 所以才会标示成原产地为台湾 只是接下来也要厘清业者 是否设有假冒产地之嫌 全案后续已有检调侦办理清